赖清德他很没安全感 所以想运用所谓的政治动员的方式 为2026肯定 因为他也知道2026如果他一败的话 党内必然会有挑战的人站了出来 结果他会重蹈蔡英文的辅策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 张有话 7月21号 马英九到基隆 替谢国梁 主打民进党的拆凉政治行动 马英九他跟谢国梁握手 过去谁跟马英九握手 叫做死黄之握 就是说这个人的下场不太好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 用马英九的胜利之握 其实马英九去基隆 有很多人到时候欢迎的 再加上黄敏慧 再加上张立善 国民党都在做 就是中南部地方的县市长也要陆陆续续的上台支持谢国梁 这个是我的说法 我已经告诉国民党 唯有这样子 你才能够让民进党的霸梁 就是拆凉行动搞得非常难看 那马英九去的的确确是受到了欢迎 但是民进党的侧意 包含民进党在内 就是对于马英九 他们是用伪造的技术 把马英九挺谢国梁 把它改成挺拆凉 你可以看得出来 民进党的侧意 包含民进党的公民团体是对马英九的忌讳 那更重要的是 某一些激进的政治团体 就是讲到了马英九 他们跟马英九之间是如影随形 马英九到什么地方 他们就跟到什么地方 就是他们 在7月21号天气那么热的情况之下 看到马英九陪着谢国梁进行邮接 也进行的宣打 希望基隆市民能够顾梁 他们就突然讲叫马英九滚回大陆去 这个是在2000年以后 经常有人就讲这句话 因为阿扁不是讲了一句名言吗 太平洋跟台湾海峡没有加盖 你那么喜欢中国大陆的话 那你可以去跳台湾海峡游到中国大陆去 没有人阻挡你 就是说这种民粹式的语言 再加上挑拨式 实在是令人厌满 当然 他们讲这一些话 他主要的目的 也是感到心里的恐惧 所以他才会讲 有种你搬回中国大陆 你回中国大陆住 如何如何如何 那事实上 现在赖心得 因为过去在美国的支持之下 他对中国大陆胆子越来越大 现在他又在讲 要从台湾头到台湾尾 就从基隆到屏东 他是说 以后我们不讲闽南语 要讲台语 要讲正宗的台语 这个是一件莫名其妙的政策 各位知道闽南语在马来西亚 我很多朋友都会讲闽南语 甚至于在汶莱 也是讲闽南语 甚至于在新加坡 也有很多人讲闽南语 甚至于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他闽南语讲得比讲经国都要好 但是他们有没有说 我讲的闽南语就是台语 没有 闽南语是作为一个地方的方言 但是他是说你要讲正宗的台语 耳后台湾的小学生都要讲台语 就是台湾语言 请问台湾最早的语言 是少数民族的语言 哪有你所谓的台语 那现在他为了凸显台湾 就是什么事情都要讲台语 台语究竟是不是闽南语的一支 去问问讲台语的这些老师吗 因为每一个地方的口音都会不一样 你好比说讲客家语 北部的客家语跟中部的客家语是不太一样的 他有几个音节不一样 当然我们今天不是在上语言课 就是说他为什么不讲正宗的客家话 他就强调把闽南语把它变成了一个台语 就是说好比说你说话非常的中肯 这个是大家都听得懂 结果有一天他跟你讲你说话非常的台肯 连这个中跟台他都可以做文章叫台肯 那弄得大家通通听不懂 当然这些我们不管了 就是说你赖金德 现在反正要从台湾头站到台湾尾 因为他为什么要从台湾头站到台湾尾 我的朋友跟我讲 他为什么要进行大罢免时代 他为什么本来并不支持所谓的拆量 或者过量行动 那他现在为什么支持 他说原因就是在于说赖金德他很没安全感 所以想运用所谓的政治动员的方式 为2026铺路 因为他也知道2026如果他一败的话 党内必然会有挑战的人站了出来 他会重蹈蔡英文的覆辙 所以现在赖金德所作所为 全部都用政治动员的角度去考量 虽然他在全代会上用15分钟 用台语发言 其实他的台语我都听得懂 发言团结团结再团结 可是他所谓的团结是团结在赖金德之下 而不是说他希望全台湾团结 所以我们现在看赖金德做了很多的小动作 就是一种不安全感的反射 我们现在话说了回来 我们讲到马英九 你马英九民进党经常嘲笑他叫做死亡之祸 但是这一次呢 你马英九说胜利之祸 那胜利之祸 他是第一个站出来为什么谢国梁打气的 那耳后国民党应该多多排定所谓的立委 所谓的县市长去为谢国梁站台 反正谢国梁的霸梁的联署会通过 你国民党只有应战 但是国民党每一次的应战 我可以讲的难听一点 一件事都是被动应战 我也真的希望国民党哪一天能够主动出局 给民进党一点颜色看看 然而话说回头 国民党要有主动出局的机会 真的是难上加难 或许是党性如此吧 但是不管怎么说 国民党对谢国梁这一场战役 他必须要站稳脚的 去迎击民进党 如果还是被动应应的话 国民党未来会付出更惨重的政治代价 国民党未来会付出更惨重的政治代价值 国民党未来会付出更惨重的政治代价值